高雄党團召開記者會炮轟韓國瑜 因為明天10月31號 就是正式的市政總質詢 要審明年度的預算書 但是韓國瑜已經消假 也排列了選舉行程了 明天黨團是認為 他們拿出了數據 這個裡面有許多的預算 是浮誇浮報的情況 來聽一下議員的說法 水幣局增加了三個多百分點 公務局也多了1.5個百分點 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認為除了清淤入坪以外 其他的局處所要求的 包括治安問題 他都可以視而不見 我們認為這樣的預算 你應該要來議會說明一下 為什麼高雄市未來109年度的預算 往這個方向跑 你總是要說清楚講明白 而不是只是丟了所有的預算書 叫市議員自己看 做點功課吧韓市長 不要讓所有的議員民眾看到你 以後稱為你 韓四分之一 任其做不到四分之一 叫落跑的市長 議員是認為呢 在這個預算裡面 韓國瑜過去喊的重視教育 以及重視治安的議題上面 但是在明年度的預算 在社會局教育局 以及這個警察局預算 都是往下掉的百分比 反而是公務局 以及水利局的預算是往上升 難道只重視陸平跟清淤嗎 民進黨團也是再度呼籲 如果明天沒有市長 就沒有預算 也就沒有責負 要求韓國瑜應該重視這個議題 回來備詢 請問一下